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有数君想起了中学课文里的一个故事 十几岁看的时候不知所谓 等到三十岁再看已经泪流满面了 那就是莫博桑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娱乐》 主人公若瑟夫小的时候 家里不是很有钱 只是勉强能够维持生活 有的时候母亲就连买一个15桶版的日常用品 也要和老板砍上半天的家 拮据的生活让一家人感到有些痛苦 不过每到周日的时候 这一家人就会穿得很整齐到海边去散步 每次看到有大船来时 主人公的父亲总会感叹道 哎 如果娱乐在这只船上 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啊 父亲口中的娱乐 其实就是主人公的叔叔 在过去全家可没有那么喜欢他 因为娱乐曾经是一个花花公子 在生活困难的人家还乱糟蹋钱 吃光了父母的老板 包括父亲那部分 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 把他送上了从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 打发他到美洲去 不过这位娱乐叔叔也不知道是发了什么财 还写信回来说 他要赔偿父亲的全部损失 等几年赚了大钱回来 还会让全家都过上快活的日子 就是这么一封信让娱乐一下子 又成为了正直有良心的人 而且有一位船长说 娱乐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 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 虽然过了十年之久 娱乐叔叔因为忙碌再没写过来信 但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 母亲也常常说 只要这个好心的娱乐一回来 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 他可真算的一个有办法的人 家人甚至还计划要用叔叔的钱 置一所别墅 主人公的大姐那时28岁 二姐26岁 老是找不着对象 哎呀 全家跟着仇啊 终于有一天 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 他是公务员 没有什么钱 但是诚实可靠 不过主人公总认为 这个青年之所以毫不迟疑的 下决心求婚 是因为有一天晚上 我们给他看了娱乐叔叔的信 家人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之后 全家到哲尔赛道去游玩一次 在前去游玩的轮船上 父亲看见两位先生 再请两位打扮的漂亮的太太 吃牡蛎 一个衣服蓝绿的年老水手 拿小刀一下撬开了牡蛎 递给两位先生 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 他们的吃法很文雅 用一方小巧的手帕 拖着牡蛎 头烧向前身 免得弄脏长袍 然后嘴很快的微微一动 就把汁水吸进去 立刻扔到海里 父亲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 他走到母亲和两个姐姐身边问 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母亲有点迟疑不决 因为怕花钱 但是两个姐姐赞成 只见父亲郑重其事的 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 向那个衣服蓝绿的年老水手走去 不过没多久 父亲就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拉着母亲低声说 真奇怪 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样想娱乐 哪个娱乐 就 就是我的弟弟啊 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在美洲 有很好的地位 我真会以为 就是他了 母亲也变得紧张起来 为了确定真相 他又前去偷偷端详了一番 只见他多多缩缩的回来说道 我想就是他 去跟船长大听一下吧 可要多加小心 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 父亲赶紧找到了船长 客客气气的说了一堆有的没的 什么当地人口啊 风俗习惯啊 最后才终于说 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船员 那个人倒很有趣 您知道点这个家伙的底细吗 船长本已不耐烦我父亲那番谈话 就冷冷的回答说 哼 他是个法国老流氓 去年我在美洲遇到他 就把他带回祖国 据说他在哈佛还有亲属 不过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 因为他欠了他们的钱 他叫欲了 姓达尔蒙斯 也不知道是达尔蒙斯还是 总之是跟着差不多的那么一个姓 听说他在那边扩出过一个时期 可是您看他今天已经落到什么天地了 主人公的父亲脸色早已傻白 压着嗓子说 啊 原来如此啊 谢谢您船长 回来后的父亲突然变得很狼狈 低声嘟囔着 出大乱子了 又怕被自己女婿盯到 为了远离娱乐 夫妻俩派主人公若瑟夫 前去父亲牟利钱 并给了他五法郎的银币 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两法郎五十圣顶 若瑟夫把五法郎的银币给了娱乐 并找了钱 可当他看到娱乐满是皱痕的手 又看了他那张又老又穷苦的脸 满脸愁容 狼狈不堪 便在心里默念道 这是我的叔叔 父亲的弟弟 我的亲叔叔 于是主人公又给了娱乐 十个童子作为小费 当他的母亲得知此事时 差点暴跳入雷 你简直是疯了 拿十个童子给这个人 给这个流氓 但他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 因为父亲指着女婿 对他施了个眼色 在旅游回程的时候 一家人改成了另一艘船 以免再次遇到娱乐 短短几分钟的故事 作者莫波桑 塑造了好几个鲜明的人物 将人性的爱慕虚荣 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章强烈地讽刺了 当时的社会背景 小资产阶级 日益贫贤的境遇 海外发财的幻想 以及拜金主义的思想下 人和人的关系 逐渐地疏远 而其中的故事 放在我们当下 也不是讽刺的意味